你找过来有什么事吗 晚晚啊 你是不是认识陆氏的总裁陆寒婷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是他告诉你们 是爷爷闹口 对 我想起来了 上一次小蝶在D号酒店过生日 那个经理早上就让麦阿赫把你送的 你是不是早就勾得上陆寒婷了 勾的 你也是这么说他的吗 你和他不一样 你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可以离婚 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让我离婚呢 爸 我跟夏严严都是你的女儿 不管谁家境陆家都是他陆寒婷的岳父的 有什么区别吗 你 总之我不管陆寒婷就是爷爷的 你趁早和陆寒婷断 爸 我劝你现在就站好位 谁能嫁进陆家 要看陆寒婷喜欢谁 他爸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夏严严不要 非要被我这个已经嫁人了的人名的神魂编导 如果你不蠢的话 都应该知道 应该把这种主要是谁的什么事 爸 我的东西晚晚都想要 寒婷事情你也不用管 我知道该怎么做 爸爸 你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也有责任 这样的 我送你去读书 你开检验 刚从圣医院进修区 已经被淑名医院给录屈了 已经淑名医院了 是啊 淑名医院你知道了吧 我也没想到进这种中英眼区院先救你 我也有 什么 你要进书名医院 你知道书名医院 人家最少都是用博士以上的门匹 你连大学都没上过 人家怎么会录取你啊 婉婉 不是我瞧不起你 不过 你肯定是进不到书名医院的 那我们试试一下吧 我回来吧 不许阳发电影子问你要看吗 说了一个好的消息 我家妍妍女生被淑名医院录去了 难怪呢 某些个图包子又想都是小品眼的 不如我们来打赌啊 就赌下西晚 能不能进淑名医院 好好的别看 你现在可是名医院 全海上远远都在针对你 但我绝对会坚定不移的 支持我们家婉婉女士的 婉婉女士在我这里好了 跟你说实话 在书名医院真的很难接 你想要怎么办呢 要不跟我一起过路上去撒娇 说就发 我觉得行 你一撒叫你们家陆总准招架不住我 是犯规啊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他们准备到被打脸 哎呦 有人主动送上门呢 去 你早点回来啊 哦 谁啊 你来干嘛 我就是想来看看我的陆夫人 现在看完了 你可以走了 你弄疼我了 对不起西晚 我就是太想你了 我该回去了 一会儿灵灵该找我了 你能不能别提那个灵灵的 每天都说她 你要是再提她 我可就一口去把你把我车上去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把我车上去 就是奶奶让我来问问你 学不学帮忙 不用了 替我谢谢奶奶 我再不敢找你帮忙了 到时候让你夹在我跟夏妍妍之间多难做呀 今天我爱我夏妍妍 看见了我爸跟夏妍妍妍 我爸一心就想做你的岳父大人 夏妍妍一心就想嫁给你做你的陆太太 你说夏妍妍妍是什么呀 你 你 你 现在知道胡说八道的后果了吧 西晚 你都陪那个叶琳那么久了 你就不能陪陪我啊 你不想回去 你不想回去 喜欢吗 嗯 嗯 顾先生走吧 嗯 呦 顾先生送的 嗯 嗯 我可听说 这是听不出的一条正案项链 哎 绝对不一不二呢 之前您说被一位神秘买家还走呢 嗯 哎 顾先生追求 顾先生 你别 我都陪你去啊 你都陪你去啊 我等你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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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赵厅厅 你对我去啊 哦 嗯 对了赵厅厅 我们妹妹像西晚没来的 像西晚不是像的 高中都没毕业 怎么可能会录他啊 你是在找我吗 我被录取了呀 下西晚 你高中都没毕业 怎么可能录取呢 你赶紧出去 不然我就要还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你也不该为了这一口气 而擅自进入书明月的开学典礼嘛 趁现在还没开始 我先送你回去吧 莲莲 这个上西晚还一直在针对你 不要这么欣赏 赵组长 晚晚她毕竟是我的妹妹 还记得你不要成熟 你还真是厉害啊 刚刚进入书明月 就终于你的爱 你 你们想念到什么 赵绿 一个主事就这么带头呢 周主任 你来正好 我刚好有个事情要给你反应一下 这个下西晚 贸然吵过我们书明月 严重打扰到我们的工作 我想这样准备呀 把他给轰出去 下西晚 可是院长清点的 你们谁也敢不走 什么 什么 哎 你们都闲得没事干是吧 是不是要请你们去我办公室喝茶 你是怎么混进书明院的 我为什么要到学院 我跟你说吗 你 管管管 你脖子上这条箱片是谁送的呀 你也知道这条箱片 是谁送的你连很清楚吧 相信你自己 我住孩子 严严姐 下西晚真的见到书明月 这都不重要 你不是很喜欢那条欧丽拉五项链吗 我相信海诚的姐妹们也都喜欢吧 晚上请她们去看 真的呀 我现在就去 下西晚 看我怎么让你身败名列 婉婉 嗯 今天海诚的名媛组团去1949玩 打电话喊咱们俩一块去 你去吗 去啊 海诚的名媛都找上门来了 咱们当然得去回我家 走 杉杉 你打电话请我来看Oli Love 真是假的 诶 那你给什么呀 我带你去 收起来 咱们俩一样的 严谨姐 项链在哪儿啊 别急 马上就到 对不起啊 我们来晚了 你们可算来了 把你的项链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呗 大家都等不及了 你今天不是在书女院说 把你的项链带出来了 给凯诚那千金的抢抢吗 你就别卖官司了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呗 嗯 随便看 下星晚啊 你们乡下来的土丫头能来这么多钱啊 卖这个项链啊 她是会就会拷面子买了个奖了吧 这一看就是真的 也可能是下星晚偷的呢 你们误会我妹妹了 这条项链其实是陆总做的 陆总 陆寒婷 我没有骗一门 晚晚不知道使了什么时候 来符合陆总的心 陆总呀不但送了她这条项链 前两天我和璇璇在玫瑰餐厅吃饭的时候 还看到她刷了陆总的黑卡呢 下星晚 我记得你有夫之妇 你不是嫁给幽兰院那个鬼夫了吗 怎么还出来勾搭陆总啊 下星晚 你要不要不要 但你们就要去问陆总 怎么放着你们这些千金的小姐不要 非要我这个有夫之妇 究竟是我的魅力太大 还是我的魅力太大 我们家婉婉的魅力可是毋庸置疑的 不像有些人 你们三朋友照照相见见 你 你真猖狂 下星晚 你等着 见到陆总啊 我第一个见面 对 你就等会抛弃她 哎 爷爷 你不是认识陆总啊 赶快叫陆总出来 看看她有多愁呢 你们看 宋涵平来了 你好 陆总 我们有事找你 想找我二哥的事多了 要不你俩跟我说 陆总 下星晚的 要在那儿 下星晚是想靠这些名的对付 现在她想把我和六航天绑在一起 不是正好玩的 这个 我着不要 할머니 这个 我老伯 assez勾 Box 你酒量不好就尝解一下我 你跟陆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陆总 陆总就是我养的小白脸 什么鬼 你下去吧 你疯了 陆总本来就是我养的小白脸了 他给我刷卡 给我买珍珠项链 还给我暖床 暖床 你不是结婚了吗 那你说陆总 这不是困难出鬼子啊 那不是听起来更自离吗 那就是不过 陆总想要转转 来离看我的心情 陆总 晚晚说你是他包养的小白脸啊 下星晚他还有老公呢 我看他就是贪图你的财富 你的地位 嗯 那够了 他们说我贪图你的钱财 你的地位 我的东西 本来就是跟你享受的 可是他们不信 我本来只是想打他们的脸啊 想打谁的脸 他们 尤其是他 他 秀婉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是他养的小白脸 可以了吧 闹也闹够了 脸也打了 该回去了 嗯 嗯 还有灵灵 哎 不用 不用管我 你们进行回去 哎二哥这么着急啊 是不是想伺候好下星晚 好转阵呢 你说话 ètement 旅程 台北 泣 我 燕燕 你們說明院 應該不會容忍一個 婚內出軌的人留下吧 瞎習慣了 我看你這次要怎麼出道 來 別鬧了 你要再這樣 我可就全看光了 在陸先生那件脫衣服 嗯 你 我知道 你就是想把我看光光 嗯 哼 那知道你還這樣 你要再聽話 我可就真把你全看光了 嗯 投懷送爆 你故意的吧 陸先生 我的陸先生 今天晚上要不要重新你呀 我可是很贵的 你确定你重新的情况 你等着 你这什么人啊 夫人都给我小贝了 我也自有夫人其中 周主任找我有事 我先去记述一下 你说下西晚的夜会陆总 是出轨还是真爱 你看他把陆总的姿势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们书密院怎么能有下西晚 这种人的存在 这不是把我们的民宿都搞臭了吗 周主任 下西晚 昨晚时你怎么解释 周主任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你在外面这些风流事 我管不了 但现在 举报新的机构不合战来了 苏密院可能无聊 有这种拗得败坏的人 周主任 晚晚 你就跟周主任认个错 这件事 毕竟是你婚内出轨 大家都不要落得太难看的 你自己离开苏密院吧 我给你打个赌 我不会离开苏密院 你信吗 很晚 不要鼻气 美燕 你先出去吧 我要单独和他聊 好 你已经嫁入了游览员 现在是个有夫之夫 是吗 是 那我再问你 这举报信里的照片 都是真的吗 你和陆总 真的在一起了 是 下西晚 这本都是你的私事 我不该吧 但现在 书密院的上上下下 都在猜你的 是靠了陆总这位金主 才进了苏密院 如果我呢 再不及时处理的话 后果啊 会越来越严重 周主任 你我都清楚 我是院长亲自点名 送进来的 对吗 别拿院长来压了 那我问你 你和院长 你究竟什么关系 啊 我跟他只有几面之缘 他聊过我自己人机方式 说我如果想来 苏密院的话 随时可以 小西晚 我看你年纪轻轻 怎么撒谎啊 都不带脸红呢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院长 看你说的是真还是假 院长抱歉哈 打扰到你们了 不过现在有件事 我要向您汇报一下 就是下西晚他 我现在就打电话 了 就是下西晚 我现在就打电话 你以后 会员 我现在就打电话 就打电话 那我打电话 因为你终于 我们河子 我现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事情太大了 我不能忘记你的一面之词 既然你说陆寒廷是你的合法账 那我要听到秦永书 好 这么快就想了 陆先生 再有时间了 周主任想让你来一趟实惠音乐 陆先生 这么快就想给我一个名本了 来不来 来 我马上就到 里面没声音了 好像是休战了 下期晚给陆总把电话让陆总来撑腰了 不是吧 陆总真的会来吗 爷爷 你说呢 这会儿下期晚正处在风口浪尖呢 我觉得陆寒廷不会来 其实男人就是托个心钱 等他们清醒之后自然会展现这段关系 我们陆总可是海诚翻语覆语的商业大老 怎么可能会被下期晚招来盘区的呢 作者下期晚被赶出去那段天 陆总来了 您好我是西婉的后院长 没有问题 我是西婉的后院长 没有问题 我让你陪孙明元宗俩结婚照给他了吧 我不好好不容易照料的颜色 我会给你生个小事 你们都回吧 周周亮 爷爷 也回去吧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哦 对了 幽兰院的古人就是入盘亭 曾经你也有机会嫁进来的 陆夫人 我现在可以明正言声地拥有你了 谢谢 你画面了是不是 陆寒庭 放开我 陆寒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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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医生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 你让我帮助你好吗 陆寒庭 陆寒庭 我是医生 陆寒庭 陆寒庭 你是疯子 你就是一个疯子 滚 陆寒庭 陆寒庭 看来 陆寒庭 陆寒庭 你先放给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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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给你点成心料 我去给你谈 来 我说我还想起来 不要 我之前不好 不要 我相信我 我把你吃了 不是不是 谢谢 喂 萧萧姐 黎晨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睡了好久 你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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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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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萧萧姐 妈妈当年这就是怎么回事了 是谁害了她 萧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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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姐 萧姐给你留了个箱子 就在萧萧姐 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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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姐